这是我自己客户真实的例子 那他呢 学历和专业其实都不占优势 联系到我这边的时候 就是说哎呀 我不想在加拿大呆了 我能找什么工作呀 我也就找一个底线的工作 还不如回国 可是呢 他的家长又希望 万一能拿一个身份呢 那肯定是想拿的 那我综合评估之后 他的语言也不高 只有6.5 6.5 6分 6分 那我就强烈的建议 我们先帮他内推 找一个工作 不管是干什么 只要符合意义的类别就好 那他的意义的分数呢 一点也不高 只有400分 但是呢 他通过有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那我们帮助他呢 找到了一个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ician 就是说做化验室的工作 通过有加拿大本地的工作 然后国内呢 也找到了一个化验室相关的工作 工作了一年 他就426分 这个定向出现啊 这个分是高于他之前 异议类house的定向 并且呢 安省刚刚我们提到 省提名的医护类定向 才300多分 他高于非常多分 这个顺利出现了啊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成本 所以我强烈建议 再看我们直播的家长 如果你的学生生了毕业工程 再纠结是不是回国 可以回国 但也要至少累积 加拿大一年的工作经验 那接下来呢 我也有几个 刚刚提到的steam 实际案例分享给大家 那我这边有客户 本科生 那语言 他也不是说特别的高 6.5 6.5 7 6 那他这边呢 联系到我们的时候 就是家长这边 包括学生 就很怕未来的政策再扁 分数再高 所以找到我的时候 就是跟我说 希望你能帮助我的孩子 相对比较快 比较稳的 能够出现 因为家长知道 他的语言不是优势 学历呢 本科也不是什么 对他的优势 那我们这边呢 给他内推 在累积工作的同时 我们这边呢 也帮他去办理 利尼亚劳工批文 那同时 我们利用兼职的时间 我这边也帮他 去找到一个 很好的这个学校 再就读双学历 这三件事情 都是同时在做的 虽然他的语言 比他的小伙伴都差 他没有考到8777 还只有本科 但是他在工作一年的时候 通过利尼亚加分 通过双学历的加分 496分 高于117的分数线 成功出现了 那如果您看这个案例 可能会对你有些启发 这就是方案的制定 你可能不如身边的学生 不如你的小伙伴强 但是你选对的方法 你能比他快 比他稳的移民出现 好